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我最后还是选了 第二个offer是匹兹堡 第三个offer是香港理工大学 香港理工大学工资很高了 一拍就是六万多了 那时候六万多不得了 香港的大学的薪水 在亚洲应该就是 差不多最高了 第二就是新加坡 新加坡和他们 极大的地方就是薪水很低了 你为什么没去香港 没去香港很简单 就是我们还是觉得 在美国比较喜欢美国 觉得香港那个 离开党越远越安全 离党越近越危险 那你后来在投资馆的民间做一个技术性的活 技术性的 后来去了匹兹堡市政厅投资馆 匹兹堡就是匹兹堡大学 东亚投资馆 那么我在那里呢 倒不是一个技术性的 倒是一个bibliographer bibliographer就是实际上主要搞collection 就是搞选书啊 买书啊 当时我也有二十到二十五万大洋一年啊 买这个书 买书 匹兹堡大学也是很不错的学校 不错的学校 尤其是他那个东亚图书馆 我也是很喜欢的 那么后来呢 是因为这个 他那个东亚图书馆啊 他招了一个新的馆长 也是中国大陆来的 那么和我和一个 另外一个朋友都有点搞不入 那我就走了 因为他们也是有点政客的人 那你走也好 就没有离开宾州吧 还是在宾州 是吧 我走的就是还是在宾州 我在宾州待了八年 所以宾州也是我第二故乡 这个是第一故乡现在 那么这个当时呢 就是我们讲到的Dickinson College Dickinson College要做一个labyrinth 然后它是faculty status 我一般的找那些学校 图书馆我都是找faculty status 因为第一个faculty status 有寒暑假 就比如说现在我在家 就是寒假了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比较主张你搞研究 就你上班写东西啊 什么都无所谓 你比如说如果说 你是一个像那个高级职员的那种 比如你比如说UCAA 或者你在办公室写东西啊 那个馆长路过就说 这个现在的工作很忙 当然你这个写东西嘛也是好事 对吧 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尽量利用业余时间呢 你下次就没办法写了嘛 对不对 我觉得 那么你现在这个 你养生的毛病 是在当作家协会的工作的时候 养生的毛病 拿一份薪水 然后干自己的活 干自己的活 这个可能是有道理吧 因为这个中国的作家都是这个政府养的嘛 对吧 可能是有道理 但是我那是这个人呢 是比较习惯于在上班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图书馆 我上下班是最准事 嗯 因为我们实际上不做班啊 嗯 所以呢 你也可以好几个人 有的朋友他就两三天不来了 当然我有行政工作 我还管一些事啊 我还在来 但是我都是早上九点去 下午五点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在上班 我也能做东西 收集材料 写长篇达论可能不太行 一般的东西我都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也是 所以你在学 在图书馆里面干了很多私活 这个私活就是我们的营救 对 这个私活呢 实际上是因为我找的那个图书馆的编制啊 它是faculty status 所以它就变成 比如说你是faculty status的话呢 它把你所有的工作分为三类 第一类工作呢 就是administrative的工作 就是你的行政管理 比如说我要管 我管的staff最多的时候管十二个人 那么管他们买书啊 什么全部都知道 你再来批啊编墨啊什么 这个是你的一部分工作 第二部分工作呢 就是你的research 那个research呢就是有关了 你上班写东西也可以啊 第三部分的功德 叫community service community service 就是你要参加各种各样的 这个committee 比如说给人家评 tenure啦 什么这个管理学生的这个俱乐部啦 什么什么就是 但是这种形式的就是大学和图书馆 作为一个专业的图书馆馆员 这样的呢 我就最适合用 最适合用 因为另外嘛 此外嘛就是 它待遇还不错啊 因为你有这个教授的身份 所以你就和教授的工资是 非但是一起降 你还比他多两个月的工资 那就讲解 就说因为我们有寒暑假 但是图书馆的事情呢 实际上暑假是不能停的 你知道吗 寒暑是可以停的 所以呢 你进去的时候 它就给你一个选择 就说你是 十二个月的contract呢 还是你是九到十个月的contract 就是你可以暑假三个月不去工作 但是你没有工资了 嗯嗯嗯 那么我们一般进去都是说 诶那就是十二个月的contract 对 那时候深层第一 深层第一 而且你多了两个月的工作 对 就是这样 你这里工作了几年 我在这个 迪庚省工作了八年 嗯 我在这里二零零四年来的嘛 你看十五年了 在那个时候 其实你看 如果我第二星的书就看过了 就没注意到孙仁仪这个样子 诶 真是遗憾 真是遗憾 要不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哈哈哈哈 但是 更加尊重你的 不是看尊重 你肯定来找我有什么书 还可以到 哈哈哈哈 对 合作盗版 那个时候 这个突然出现了一个名字 在媒体像孙仁仪 所以孙仪仪在中国被抓了 对 那是1999年了 对啊 一下子那个新闻变得非常大 是啊 那个时候 美国人更关心中国的人权 更关心中国人的命运 因为 有时候人关心一个人的命运呢 是因为你真的是有能力 对 或者是有一种引气去逼迫对方让步 嗯嗯嗯 有时候就是一种慈悲心理也是有能力的 哈哈哈哈 如果今天一个教授的被抓 可能 不会像你当年那么一样 那就对不可能啊 是吧 嗯 这个话就句老话嘛 叫孙中吴大将 廖话 当先锋啊 嗯 因为那段时间啊 这个 中美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太平 对 最大的一个就是 就是炸管事件 对 南斯拉夫的 但是 但是总的来说呢 是太平的 但是又是一件非常不太平的 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要求美国给予最惠国待遇 永久性的这个不得 就是不需要想批诺 对 我就是 这件事情把我给救了出来 对 做一个人质 是 这个事情也使你变得特别有名 是 就是这个原因 你做了多久的老 嗯 实际上那次很惭愧 那次就做了六个多月 哎呀 这个六个多月 对你后来的研究工作 是 对你后来的知名度 对你后来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 咱们讲一句续在话 还是很忙活算的 哈哈哈哈 你这个讲对了 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记得 这个四十周年的时候 我们在纽约开那个文革研讨会啊 对 我致辞啊 对 第一句话我说 我首先要感谢的是 中国政府 我觉得你这个人是 这个上海人里面 第一个是 上海人都是我的上海朋友 都比较阴柔 你这个人不太阴柔 比较阳阳 比较阳阳 比较阳阳阳 比较阳阳阳 这个有时候讲话 还骂人 哈哈哈哈 把我们当上你的学生 哈哈哈哈 杀鬼杀鬼杀鬼 喝醉了何嘴 但是你很坦诚 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爱 很坦诚 但是就是 我们这开玩笑 但实际上 这场经历谁都不想经过 是 而且 当时候这么多人关心你 其实大家是很担忧的 对对 就是我呢,这个过来人啊,他只能用老毛的话,就是坏事怎么变成好事了 但是当然是最好不要经历,但是经历了呢,就是你刚才这句话实际上没讲错 就是正是这个中国政府的抓我,造就了一个文革研究的专家 而且是他利用这个使得整个国际的媒体啊,迅速地把我的照片,迅速地把我这个研究等等给扩散出去 那我就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原来要做这个文革数据库,要收集很多材料 那么有很多都是很困难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资金 比如我以前如果向一个美国的基金会申请什么资金,他一定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现在把五张纽约 time的关于我的报导和头像都印一号给他记得去 他一下子就纵失了,对不对 那我们那次40周年的会的这个,很多这个钱就是这么来的呀 你是不是申请的 我都是把纽约 time 贴在上面给他们记得去 哎呀,你还是不要讲,讲得那么轻声了 但是还是要怎么讲得这个虚实一点 讲当时候你的这种观念 这种被抓 你是不是有一种恐惧感当中 那当然是有恐惧感 对呀 因为我不是美国国民嘛 而且那次这个还真是不巧了 就是说我应当是七月份宣誓成为美国国民 但是我只有暑假可以到中国大陆去收集材料 我就给移民局打了个电话要求他推迟到九月份 这个好像是九月二十几号 对吧 那么移民局的官员还问我说 你是不是一定要推迟 而且还跟我说说 可能排不上都不一定 按照美国的外交上的一些惯例 就是处理像你这样的案子 是 只要你在离开美国之前向美国移民局提出了 人民身份 身份 美国的政府是可以把你变成美国公共 这个就是当时的一招 是吗 你知道为什么中共把我放那么快 这个呢和我太太很有关系 这个想法是我太太先提出来 因为我当时在里面 在里面呢我不收美国的外交保护 对不对 美国的领事 不能来看我 对 而且那个时候我同时住在那里的这个一些朋友都说 哎呀你亏了 你不是每个月可以到外面好餐馆吃顿饭 哈哈哈哈 那么 因为当时要把把我弄出来 有一个什么办法呢 就是要参院提出 说呢 就是 因为我所有东西都批准了 只差一个宣示的手续 就他们提 只要穿越投票通过 可以授予我美国公民 而且我在监狱里面 那这样就把外交关系越搞越复杂了 对吧 变成你挂了一个美国公民啊 那么 美国就可以领事这个裁判权啊 什么就可以进去 这个就是当时 当时的这个美国参与法治委员会的主席啊 叫Alan Spectre 就是这个已经过世了 宾州的参议员 他提出的 前任的副总统拜登签的字 还有好几个有名的参与员 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签的字 这个是把中共也下得不轻 因为中共呢 一个是他实在查不到我什么材料 我不就是到潘家园去买一点小报吗 嗯 对 我们把 重新把那个细节给讲清楚 理理 怎么会被杂 你是为什么会回到中国去 你 是不是多了数以后 每一年都回中国去 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 我倒不是每一年回中国去 但是呢 我在图书馆工作以后呢 基本上每一年回中国去 嗯 主要是利用暑假做研究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做文革研究了 嗯 那么在我1999年回去之前呢 我们已经 打报告 蒋经国基金会啊 就是向蒋经国基金会啊 就是向蒋经国基金就申请了 就是要做这个文革数据库的钱 那么 这样呢 你就要回去收集一些原始的文革材料 那个时候可没有那些军名文件啊 就给你出版的那个广西的文件 那都没有 嗯 都是一些小报 都是就是收集那些东西 那么 就是这样我回去了以后呢 就是 他们因为 他们在中 美国在中国的特工啊 网络 他在图书馆街也有人的 那么就有人举报 说呢 我呢 就是要建这个文革的数据库 所以他们抓我 实际上是想把这个文革的数据库 给制止掉 你可能我没有听明白 我有话说回来 就是讲 就是 美国在中国的图书馆有 推广 没有 我是说 这个中国在美国的图书馆 哦 哦 OK 讲我 我太反了 不能说推广 可能是通讯员 对 线人 他们呢 就是通过这个线人了解了我的这个计划 然后呢 就把这个计划呢 就报上去了 那个 那个县人呢 而且 我现在就不讲他名字 我当然知道是谁了 甚至以前还参与过初期的我们一些工作 后来他被美国政府调查了吗 也没有什么调查 你也没什么 你也没什么 我举报 但是呢 美国政府呢 就觉得说 一个嘛 这一类的事情嘛 你怎么 因为 他有两个观念 第一个观念呢 就是说 你没有什么非常具体的证据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观念呢 他认为 他举报不举报 中国政府都是要搞你 后来嘛 因为没有造成什么损害 对 所以这个FBI 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他们也就说 这类事情就是 你反正现在出来也挺好 就算了 如果说造成后果 比如说这个人被杀了 或者怎么样 那他们会调查 那他们会调查 而且会在美国的直接的利益 产生下降 他们会调查 OK 你讲 你是到了上海怎么回事 到了上海什么都没事 就是到了北京以后 那么 因为我 你到下面 你上面看到这个 我这个110卷的红一斌小报 有不少呢 是我到北京去复印以后 在过去那些年带出来的 那么后来因为有人举报什么 他就把我盯上了 盯上了嘛 我这次去呢 我还不知道 我仍然 你知道我这个是什么运出来 我是通过中共的海关运出来的 就是 我没有隐瞒这些东西 我也是开箱给他们做检查 唯一的不同就是 我走的不是邮局的海关 我走的是中国图书进车口公司的海关 因为他们跟我们有义务关系 哦 所以我们的书都是托他们寄的 然后我呢 又跟他们商量说 你能不能给我寄一些 红一斌小报 我买的 这个我是拷贝的 他们满口答应的 因为小报这个事情 是一个great area 对 他不是说一定可以要禁止的 不是一定要禁止的 对 那么他们就帮我寄了 那么这一次我再去嘛 他们就向安全局报 报了嘛 他就准备看住我 看住我 当他们查清楚我的身份 还是绿卡 而不是美国公民嘛 他就下手了 你当时是怎么一个情况 那个那天晚上也是很有戏剧性 就说我太太和我一起在公体宾馆嘛 就是工人体育场宾馆租的那个房间 那天有三个 我去采访三个就是红一斌的领袖 那么第一个嘛就是李东明 原来北京红代会的头 第二个呢 程永康 也是这个北京红代会的头 第三个呢 来的是这个牛大勇 他是北大历史唏嘘主任 都是聊天 聊完了天 我们又去吃buffet楼下 吃完buffet以后呢 我就送他们三个人走了 走了李东明当时还说 说到我家去再聊一个整夜吧 那我当时我是很晚了 我就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上楼 到二楼的时候 我太太在三楼房间 到二楼的时候 我被六七个年轻人拦住了 显然他们是带了家伙 带了枪的 带了枪的 带了枪 拦住了 然而说你是孙永庆教授吗 我说是 他说我们是北京国家安全局的 说我们有一些情况 需要你配合调查 但我实在是好多年 没有经历中国的这个阶级斗争了 所以也是失去警惕性 你知道我进来跟他们说什么话 我进来跟他们说 我说那咱们 make a appointment 我说咱们这个 是不是 我是今天比较忙 是不是明后天咱们再谈谈 他们都笑起来了 就拿了一个拘捕证给我看 这个时候叫临时的拘押 好像是24小时有效 那么我就说 我说那我需要跟我太太打电话 否则我不能跟你们走 那么他就说行 我就跟太太打电话 实际上他那个时候也已经被他们控制了吧 也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你是在哪里跟他打电话呢 我就是在一个旁边的房间 比如二楼他们随便拿一个房间 他在三楼 我就跟他说了一下 实际上他是当天把我和我太太全部给滞留 还好我那个女儿没有去 我女儿要去就是三个人开个家庭间 全部 他主要扣住她呢 是为了做人责 那你当时被靠时把你关上 关上嘛 他就 汽车 上了个汽车 把我的眼睛给遮住 眼睛遮住是盲上一个布还是一个罩子 不是罩子 就是一般的布 然后我就开车就转 你被盲上布的那个时候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嘛 我觉得要 这个文化大革命又开始来 文化大革命不扎了一次也是一样的 那么 他东转西转嘛 实际上是转到这个六郎庄大街 海淀区的他们一个点啊 就是这个 这个 那是后来你才知道吗 后来才知道 后来是因为他 我在那里监视居住嘛 随便可以走动啊 什么都知道 那么 当天嘛就是 先送到一个地下室的这个 高强光的灯打着你 那个完全就是 和电影里面都差不多了 因为我也是觉得 他们这些年来没有太多进步 都是俄罗斯的那个 审讯的那一套东西 然后嘛 他就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他 然后这个就很有趣的事情 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我说 我不知道 哈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是北京国家安全局啊 说 我说 那你一旦告诉我 你为什么抓我啊 我怎么知道 你什么 那么他后来就 签动出 你在说些什么研究啊什么的 哦 原来签动出是本格 就是那么回事 嗯 那么那天呢 就和你东搞西搞 就什么 中央情报局啦 什么什么 然后搞的我也实在不耐烦 我也是跟他们讲 我说 你说我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加入中央情报局 对不对 哦他们管你 你是不是 就是他那个 我说我告诉你 中央情报局啊 不要说对几十年以前的事没有兴趣啊 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可能就没有兴趣了 我说我对加入中央情报局才很有兴趣 他啊 记下来 我又说 我说你 我才多少工资 那时候才三万多块钱吧 对 我说中央情报局至少可以加到六万吧 对吧 我说你知道 我根本就没有资格 我都还不是美 讲去了就不是美国公民 我根本没有资格加入中央情报局 那么后来就折腾到晚上 大概将近一两点钟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不对的 我要睡觉了 我也是傻赖皮 我就坐在地上 那么他们就寝室上 基本就让我睡觉了 你就第二天早上就跟我说 哎 说宋先生我们给你换一个地方 实际上就是 关到那个大鸿门的那个 北京国家安全局看守所 就是这样 在那边 这边是什么 我看守所 你该怎么有点